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她的状态很自然 丝毫没有所谓的做作 坦然面对年龄的增加 相信她的心态一定非常好 位于中间穿蓝色衣服 且被叶童搭肩的妇人便是吴正元 71岁的她看起来岁月痕迹明显 脸上的皱纹也已经多到数不清 但她的打扮仍显优雅简单 完全不输同场的叶童 熟是熟非都已不再重要 人总不能活在过去 这是吴正元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出来的话 虽然嘴上说着放下 但是眼中还是有着泪光 吴正元是香港歌手林子祥的前妻 也是曾经将她一手捧红的经纪人 连人昭西相伴15年 共同孕育了一子一女 然而他们的感情却因叶倩文的出现 而逐步走向分开 叶倩文和林子祥爱得死去活来 甚至还上门逼宫 让吴正元离开丈夫 虽然吴正元是万分的不愿意 但是他的心中早已知晓 丈夫林子祥的心早就不在这里 看着他们幸福恩爱的场景 吴正元的心中只觉得一丝良意 吴正元是华纳唱片香港地区的负责人 主要工作就是招募有实力有才能的人才 他所在的华纳唱片在当时是风靡一时 都说只要能被华纳看中 那就必定爆哄 当时的陈百强 王杰等人 均为华纳旗下的艺人 包括一些后起之秀 如刘德华等等 他们几乎招募的每一个人都能火 这也成为了万千身怀才艺的歌手们的向往 很多人挤破了头 也想被华纳选中 每天都蹲在华纳唱片的公司楼下 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无人知晓的小歌手林子祥 林子祥的声音和其他歌手比起来 并不算特别突出 但是他的一颗铁肺 却让无数人感到惊讶 或许是因为有好感的原因 吴正元在林子祥面试的时候 为他开了后门 他看着林子祥一字一句地唱着 对他的喜欢也越来越深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已经觉得自己爱上眼前这位男人 但此时的林子祥满脑子想的都是 如何成为陈百强那样的当红歌手 此时的他也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博乐吴正元 吴正元是一个直来直往 而且还互独自的人 每当有好资源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林子祥 林子祥也感受到了对方对他的优待 但此时的他仍没有察觉到对方的爱意 后来他凭借着自己的原创歌曲 在华纳唱片的包装下顺利出道 成为众多歌手中为数不多的出道集巅峰 他能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 其中少不了吴正元的帮助 出于林子祥是当红的歌手 不能在这时因为儿女情长影响前途 所以刚开始的两人选择暂且隐瞒 两个人就这样坚持地下恋一年 林子祥的事业也变得蒸蒸日上 但是相反的 吴正元的事业却因为花太多心思在男友的身上 而变得日渐低迷 作为华纳唱片总经理的他 却因为一个男人而彻底失去了往日的领导气质 反倒做起了男友的小迷妹 他在公司里对男友极其的偏爱 甚至在明目张胆之下 就将上好的资源直接递到男友手上 公司的一部分人虽然有意见 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能在背后吐槽林子祥是吃软饭的主 不知过了多久 吴正元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极其的不舒服 甚至有时候上完厕所 还会发现有一丝丝鲜血流出 他很害怕自己是生了什么病 便赶紧前往医院检查 但检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又惊又喜 医生告诉他 他已经怀孕将近三个月 在这期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然很容易留掉 当他和男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男友的表现却有点犹犹豫豫 好像在推托一样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当做儿戏 但是这件大事关系到两人的一生 他还是让男友再三考虑 在林子祥考虑的期间 吴正元的肚子开始显怀 眼看就要到了隐瞒不住的时候 林子祥在这情况下 也不得不和对方结婚 虽然他怀的是自己的亲骨肉 但却没有让自己感到一丝的开心 同年他们俩秘密在民众局登记结婚 在他每次运检的时候 都是喊上身边的好友陪同自己一起去 而他的丈夫却始终不愿意去陪他检查 林子祥的心中 他们两人结婚 完全是对方在逼婚 完全将负责任三个字抛之脑后 一直到吴正元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他的心中才有了做一个父亲的使命和责任 他们一家三口 终于有了一丝正常家庭的气氛 林子祥对妻子的态度也逐渐变好 吴正元的工作很忙 但是还是会拼命地挤出时间来陪伴着孩子 尽量不缺席他的成长 但丈夫却很少回来看望他们母子二人 他自称放荡不羁爱自由 不应该受到家庭的束缚 吴正元对此已经感到习以为常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当初的自己太过于冲动 但是还是体谅着丈夫 没过几年 吴正元又为丈夫生下一个女儿 一家四口的生活 仿佛已经回到正常的轨迹之上 充满着幸福和快乐 此时的他不知道 一个女人的出现即将让他们平淡温馨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那个人就是叶切文 是吴正元亲自邀请其来到华纳唱片和丈夫进行合唱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这一举动即将断送自己一生的幸福 简直是惹火上身 林子祥和叶切文合作之后 经常以讨论音乐的名义聚在一起聊天 在吴正元的心中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林子祥的帮助之下 叶切文在1984年的时候 凭借着一首零点十分一炮而红 大有名气的他开始惦记着他的恩人林子祥 哪怕知道对方有家庭 妻子还是自己的上司 为了展开公式 他在德志恩人一家在美国居住的地址之后 二话不说便收拾行李去了美国 他在吴正元的旁边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每天见到对方还会假惺惺的对其打招呼 起初的吴正元是不觉得有任何不对劲的 但是当他回国的时候 在偶然间看见丈夫和叶切文的画边绯闻 他终于理解为什么叶切文会从香港跑到美国 还特意住在自己家旁边 他突然想到对方在看见自己两个孩子的时候 举止如此的亲密 会不会是已经想到哪天会全而代之 此时他对于丈夫的爱还是比较深刻的 也不忍心为此放弃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温暖的家庭 但接下来发生的种种事情 更是让他大跌眼镜 1993年叶切文已经是红极一时的女歌手 他的唱片销量也突破百万 但是他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维持着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他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坦然承认他喜欢林子祥 这个消息一出 他瞬间背负上第三者的骂名 但是这或许就是他想要看到的 只有他这样才能让林子祥看到自己对他的真心 而结果也确实如他所愿 林子祥一时间也被推向风口浪尖 一边是将自己一手捧红的贤妻 一边是年轻有激情的叶切文 他经过短暂的思索过后 还是决定离开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 去和另一个女人过他想要的日子 或许像林子祥这样向往自由的人 和吴正元天生就不是一路人 1995年两人离婚 林子祥不顾往日勤奋 坚持离婚 不过给了吴正元三千多万 而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抓马 林子祥在发生了一场意外后 导致天力受损 退出歌坛两年 重新回归的时候 人气早就不死当年了 跟妻子叶切文的感情 似乎也越来越淡了 粉丝都发现两个人感情发生了问题 叶切文出轨羽毛球教练杨上仁 深知跟他在一起不合法 但是两人还是在美国 无视他人的看法一起同住 林子祥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于是展开报复行为 就在同一年 林子祥居然被媒体拍到了 跟一位年轻女子共同进餐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给叶切文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这件事之后 叶切文自知李亏 立马和杨上仁断了关系 安心和林子祥待在一起 然而互相给对方戴绿帽子 这样的事在娱乐圈也是少见 这样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术 让两人的口碑因此下滑了不少 在这之后 夫妻两人约定做一对表面夫妻 明面上两人还是恩爱夫妻 但私下去互不干涉 也算是十分奇葩了 反观吴正元 离婚前妻只是觉得万念俱灰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究竟是图什么 好在一双儿女都还陪在他的身边 让他在万曼长夜里能够感到一丝慰藉 他在低谷气的这段时间曾想过重新找一个 但是为了照顾两个孩子 还是暂时将这个念头打消 如今的他已经对当年的事情释怀 甚至还在儿女的陪伴下 一同去看了前夫林子祥的演唱会 他们在后台同台拍照 仿佛曾经发生的点点滴滴 都已经是过往云烟 但愿他的余生能不再吃爱情的苦 在儿女的陪伴下幸福美满 在儿女的陪伴下幸福美满